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這是巔峰級數 好那旭哥這一集攻略呢非常重要 首先呢會提供啊這個最新的隱藏版序在這一集 那這個非常重要又多了很多組 所以這次呢爆量至少增加了四五組吧 所以這次呢應該有十幾二十組以上最新的11月最新的隱藏版序 再來就是有很多大家常見的問題比如說車展的積分要怎麼換 那車展的積分會不會過期 然後要換哪一個要指定兌換隨機兌換然後有沒有避重還是說 這個是隨機的這一集攻略都會幫大家解惑 那有一些避重的神招的方式大家也會在這一集攻略看到 好還有這個最常見的問題 TOP1就是iOS的禮貌碼要怎麼兌換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游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游攻略 還有禮貌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許號獨家最新 那旭哥這一集攻略呢有非常多重要的攻略資訊 絕對是百分之百必看的 首先呢有很多大家常見的問題都會幫大家解惑 那第一個最常問的問題TOP1啦大概 10個裡面有9個是在問這個問題啦 就是沒有看到禮包碼的按鈕 好我們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在畫面的右下角就有禮包兌換碼 這個禮包碼兌換碼在這邊輸入 就點進來可以輸入那為什麼你沒有呢因為你是iOS的 大家注意一下因為旭哥是用Android的玩 那iOS的玩家呢要怎麼兌換呢影片的後面有教學 你必須要到FB的粉專去點他們那個 專屬的兌換頁面 或是旭哥有提供在影片中你就直接輸入那個網址 就可以去那邊兌換了 好大家最常見的問題第一名就這個 所以這一集呢大家看完之後就知道怎麼換了 其實之前就已經講過很多次啦 那每次講完都還是有人會問 所以旭哥真的忍不住啦 這再講一次啊你必須要到網頁去換才有 iOS的 不要再問說為什麼沒有對話碼了 因為你要去網頁換 真的這問題10個有9個每次都問這狂樣問題 旭哥每次都有就是攻略都有提供 好最常見的問題接下來第二常見的問題呢 就是說這個車展啦 這個積分的問題那車展積分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必中的神車 藍寶堅尼還有這個限定池 那限定池的藍寶堅尼他的積分會不會過期呢答案是會 所以我們點進來看積分 他這邊有特別標注 降池到期後將轉換為常駐池的車展積分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他不會消失 他會跑去你的常駐池這樣 比如說旭哥現在常駐池的積分是80分嘛 那我們藍寶建議假如 過期之後呢這個他到 3天後就會過期嘛3天17小時後過期之後 這個81分呢就會轉變到常駐池這邊 所以旭哥呢就會變80變成161就是他把它加上去這樣 這邊有獎 所以大家注意他這邊有特別標注 獎池到期後 會轉換為常駐池的積分 81分那我們假如有240分的話基本上是必中的 因為大家第3個問題就是常問說 常駐池這個積分有沒有他到底是會可以自選還是隨機的 基本上以目前大家的心得來看第3個問題就是應該是隨機的 就是說你可以中 這裡面的車但是你可能是中這比如說5台裡面的其中一台 那以後假如有新策的話比如說8台可能就是8台的其中一台這樣 性能組也是 就是5台裡面的其中一台那運動組也是這樣 目前的大家提供的心得經驗是這樣因為旭哥還沒有抽到那麼多抽 因為他抽到極限組的車要240抽 目前大概抽了大概200抽左右因為有抽這個限定池 大家看一下限定池這邊就81分 最抽了81抽 所以這個限定池的積分會轉到常駐池大家注意一下 然後這邊有必中 必中就是要用兌換那你不要用隨機兌換因為隨機兌換就是給你一台隨機的車 這樣你會哭出來 能夠指定兌換絕對是最好所以限定池的好處呢就是他是指定兌換 那我們一般的積分換的是隨機的 換的車基本上也不錯啦只是你不能指定是哪一台 這是比較可惜的 比如說你可能會中法拉利羅馬 那但是你有可能會中這個GT430就是 就看你的運氣啦 那中法拉利羅馬當然很開心的但是你只要中GT430或是其他的話你可能 就沒有那麼開心了 當然也會開心但是沒有那麼開心 好大致上是這樣 運動組也一樣有這個EVO330的Lancer但是你有可能 中到其他台車就沒有中到T0的有可能你可能中到D4或是更後面的 S2000之類的mini Cooper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比較偏向隨機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指定兌換當然是優於 隨機兌換 好這個是第四個重點 所以幫大家把一些重點整理一下 大家常會問啦每次都一直問一直問然後遜哥打了不慎其打 不慎其滿就一直一直回答同樣的問題所以 這集攻略的直接把大家最常見的問題是解惑 有沒有這麼重要的攻略就幫大家解惑了 就是包含這個積分的兌換然後 積分的限時 有沒有奇效性 然後會轉換到常駐池啊 然後 建議的話呢是用指定兌換因為必中這台 所以指定兌換是最屌的 所以大家抽限定詞最好是用指定兌換 不要用隨機兌換 那最後就是禮包馬兌換 那最新的禮包馬呢也會提供在影片的後方還有iOS的兌換教學 所以不要再問了iOS兌換教學在後面的網址 你去那個網址輸入就OK了 好遜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馬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那後面還會講這個iOS的兌換方式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禮包碼兌換碼CDKey序號就在這邊輸入 好那我們輸入 TAMRACE666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好那接下來 RACING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接下來 POST 然後00 POST00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 GG1019 GG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NL888 然後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再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 那接下來輸入 XIAOMA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 FAYE1019 FAYE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 這個信箱去領取獎勵 獎勵會發到信箱去這樣 好那接下來輸入下一組 GUI GUI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BEBE888 BEBE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KINGO 然後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10000 RACRS 它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iOS玩家記得 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iOS要什麼 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 接下來按 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輸入這個 VIP 然後 888 接下來 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領取獎勵 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 GODTONE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TSUKI666 TSUKI666 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所以這邊 這邊共有將近20組的序號 那等下還會講這個 iOS的禮包要怎麼樣對話 還有隱藏版需要拿法 所以這邊呢 大家看一下 禮包嘛 這麼多 你看 加上序哥之前領了差不多20組的隱藏版的序號 那這邊全部領起來了 就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鑽石啊 資源都在這邊 前面也領了一堆鑽石 iOS隱藏版的序號還有這個預約獎勵的隱藏版序號都會在後面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這個所有的攻略 還有這個 像是綁定帳號的隱藏版的序號 也都會在這邊分享 好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嘛 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 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 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呢 官方的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保序號 預約的虛保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 我們點進去這個官方網站 這個www.racingmastr.game 斜線TW這邊就有這個預約的獎勵 那這邊就可以查詢到虛保的序號 所以每個玩家只要有預約都可以再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順便拿隱藏版的序號在這邊 接下來如何兌換虛保的序號呢 iOS玩家的話呢 在這邊 這個連結 一樣是這個官網的連結然後後面再加上GIFT GRAB 連結在這邊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網頁看到直接輸入或是說你到官方 FB粉專點進去也可以 連結都在這邊 有兩個連結一個是官方網站連結那一個是官方的虛保碼的兌換連結 然後就輸入你的角色ID這樣裡包碼就可以換了那Android的就比較簡單 這樣旭哥前面換這樣就可以了 連結在這邊www.racingmastr.gme 然後斜線TW斜線GIFT GRAB這樣 連結在這邊 所以大家不用再來問旭哥一次幫你搞定了 把船割在這邊